我觉得这次UFC又来到中国大陆 特别是来到首都北京 你觉得在你看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你觉得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或者是明年继续来 还是说可能会隔一段时间再来 我觉得也要看到他们投入产出 因为UFC它不是一个不计成本的这么一个公司 人家是要挣钱的 虽然说上海战我听说他们时间还是赔了 但是他们看到了一个奇迹 因为你像在奇遇在日本它只有8000人 现在其余日本都在退潮 但是在中国上海竟然发生了一个 简直让我都是惊雕下巴的这件事情 就是15000人的满满当当的 而且是从四川飞过来 从新疆飞过来 从沈阳飞过来 全国各地的这些粉丝过来看UFC 而且在没有央视这样 我们都知道央视在中国的体育界的宣传力度是非常大的 但是没有央视的加持的情况下 只是靠着网络和一些地方的小台以前的帮助下 UFC能获得如此高强度的粉丝粘性和口碑 那么确实让人很吃惊 当然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体育市场面临一个低潮期 那么可以看到格斗赛事也是如此 现在也面临一个低潮期 而且北京的票房其实不如上海的票房 北京这个地方算是一个票房陷阱 就是你可以看到原来像网球大师赛这样的比赛 那么在上海是卖得出票房的 但是在北京中网已经如此帮助下 每年国家北京给了如此多的钱的情况下 那么中网前的票房刚刚能够开始起来 但是也还是打不平 所以我还要想看一看 这次UFC在北京到底能创造怎样的奇迹 当然今天大家都看到了 这个背影版其实广告也并不多 如果说UFC只是靠票房的话 因为在中国的办赛成本非常高 比国外要高很多 包括安保赛场这些东西 所以说如果他不能进一步在广告上 能有跟得上的话 我觉得他得亏到什么程度 当然我觉得他现在仍然能亏得下去 因为他可以看到粉丝 他有粉丝他就有流量 就有这个情况 那么如果粉丝继续下去的话 也许以后会有互联网会买他的版权 也说不定会有一个更高的版权流量在里面 我们来看一看这次北京赛到底能发生什么奇迹吧